字幕作剔輔助 繼續回到職業特工隊 今天在市場其間請到一位天使 是一位時裝天使 沒有笑的一直 因為你講天使 時裝就想起內衣 有雙翼翼翼 沒錯 變成一個很好的天橋可以走 是的 今天請到Alice來 剛才差不多都有九個字 45分鐘內都談及到 怎樣入行 怎樣讀書 其實是你做了這一行那麼久 有沒有試過一些客人 或者一些工作 很麻煩的 令到你很難忘的 其實客人那方面是OK的 因為通常喜歡我的衣服 或者是來買的 都是有興趣 不會浪費時間 通常我們遇到的困難 比較多的是 Boutique 還有工廠 我遇到最 印象深刻的應該是 屬於針織工廠 香港的一間針織工廠 出不了貨 不是 不是 是他跟我說 就是那個老闆 香港的老闆 幫我做針織工廠 跟著就跟我說 Alice你不要做了 這行很辛苦 不適合你的 都是有少少打擊 但是沒有受到影響 很多時候撥冷水 可能有時這個行業 其實是在萎縮 所以人們有時覺得 是很難做的一件事 其實我想了解一下 做時裝設計師 一說個名字 時裝設計師 有五個字 Fashion Design 其實是否一定要向著 設計方面發展 還是有其他的事 是可以時裝設計師去做的呢 其實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做設計 你有很多不同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 你不只是設計 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是要設計 除了你滿足自己 還要滿足到客 或者市場需求 譬如現在很多的品牌 他們不一定很講究 就說一定要是很獨特的設計 但是他們賣得很好 而且是很潮 而且他們是走了一個尖端的 譬如科技上的 或者他們可以滿足到 某一個客戶群的需求 有些好像冬天雨涌 你也知道有很多品牌 譬如加拿大某某品牌 那些人都會在排長龍 在外面冬天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它不是說走設計 它不是說有什麼很特別的 但是它有實用性 和保暖 所以你這個問題 我覺得 你除了讀設計之外 你要知道市場需要什麼 沒錯 還有你是想做純設計 還是你是想設計之外 又經濟上可以是正常的一個運作 可以令到你自己生存 因為我覺得設計師 很多人都誤解了一件事 就是很個人的 其實今時今日設計師 就不一定是 等於一個購物 一個購物 當然你會買一些 譬如去一間連鎖店 那些大百貨公司做的購物 你當然是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自己 只是喜歡自己的東西 可能真的不能消 譬如說我不喜歡跌跌的衣服 原來現在這排影全部都要跌跌的 譬如我 Drop Shoulders 或者一些蕾子 我是不喜歡蕾子 變成我便在公司上是虧了錢 對 你少了那一盒 那群的客戶 沒錯 所以其實眼光要闊大 不是說只是自己喜歡那件事 而去做那件事 當然也都在範疇裏面 就是要自己 是滿足到自己 某一種的目標 即是市場的觸覺性要很強烈 不只是說色感、布料 觸覺、敏銳 要連市場都要知道 其實我們有trend forecasting 其實那些是可以買 或者是可以自己去收集和去看 好像做股票分析 你可以自己分析 譬如說有幾年 他不是很流行那些一字博 或者shoulder details 每個人都在設計這種 那你又設計過樽領 那你就賣不到 那你都out date 這方面是一個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要有你自己的niche 你的獨特之處 別人知道你的品牌 你的定位 為何我說marketing 和你的branding很重要 你不可以說我這件我喜歡那件 但其實別人一想起你的牌子 就知道這個是簡約峰的 那個是很feminine的 有些是怎樣的 即是很狂野的 或者是碎花 你真的要有一個保持性 在這裏 譬如突然你想想 是三條間的 你會知道什麼品牌 即是有些人一定要有branding 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比較上 即是不容易 第一你要是好的設計 去推動了市場 還有很多的大眾 是accept了你的brand 你就很容易去做 不過其實今時今日 你說容易做也不是 我知道很多是 怎樣說 很疏成 很疏成的話 即是說其實 是不是需要看很多 的fashion show 去拿靈感 還有看這個trend 是怎樣的 主要看幾個大的城市 就是New York Fashion Week 然後最重要是 Paris Milan 來東京都可以看 即是看看你是哪種風格 對我來說 還有London London比較avantgarde 我本身會看歐洲那邊 然後就紐約 如果我要做一個系列出來 我通常都是所有的 全部都看完、補完 入路之後 可能另外就是會出去旅行一下 或者是要看Fabric Store Trimming Store 有時候要去買Art Shows Gallery 去拿不同的靈感 去刺激你的創意 還有設計師通常 這一季是設計下一季的東西 你怎樣知道 下一季 你怎樣知道下一季 你會聽什麼顏色 他們有這些服務 叫做潮流的預知 即是forecasting 服務 通常都可以 學生 譬如在一般我們現在的設計大學 大學都會給學生 訂閱 譬如好像 WGSN 那些服務 他們是有forecasting 很全面 但如果公司去訂閱 就很貴 學校的帳戶便會便宜很多 很多人都很興趣做時裝設計師 我們總是很現實 譬如讀完大學出來 做一個設計師 那他們的entry level 那個價位在哪裏 很現實地說 其實一開始都沒有什麼價位 我猜到三萬多 我們通常都很多時候 都是聘請interns interns是 計中 interns沒有錢 計crack 也有少少的 少少 還有給stipence 因爲其實很多現在 比較 advanced 少少的大學生 第一年第二年 就已經開始做interns 其實你說出來第一份工 通常都是三萬多左右 如果你真的找到 fulltime的工 的話是三萬 鬆一點 其實很多人都是 譬如好像你本身 做到一個top designer 的話 你是不是有很多機會 要做個人的fashion show 譬如請自稱走一個cat walk 我也想去請我走 請你做嘉賓 讓我走 你的問題是 是不是需要做fashion show 是 fashion show是 推廣你的品牌 一個很必要的一個環節 是的 是的 而且你裏面有很多 其他buyer來買你的品牌 但很多人都覺得 譬如說你去fashion show 看那些fashion 是不實際的 你明白我說 也不是的 可能for stage purpose 給人看是很感視覺 譬如說你會不會買一雙wings 我上次經過Alice 帶我去看一個fashion show As in NYC 是的 那個fashion show 有很多是很貼地的 你是平時可以穿到的 不是每個fashion show 都是很離地的 是的 但其實fashion show 會讓人知道 你的品牌是賣什麼 它還是一個叫高配備版 不是低配備版 高版 即是你給模特兒穿 你肯定的質料 各方面會更加 即是你行Catwork 會更加什麼 好 但譬如你說入了store 其實很多大的品牌 他們都是 行show 他們是打品牌 打響名氣 但你譬如說做大貨的時候 我想你都清楚 會有少少 是 沒錯 怎麼賺錢 不是做不足一樣 是 他們都是有one-way 好像BCBG 都有one-way版 以及一般正常版 retail版 是的 今時今日這個行業 其實都是很吸引很多年輕人的 年輕人 但是問題是 今時今日 我相信做了fashion designer 在美國 不單止是 我已經覺得trend 不單止是華裔 已經開始漸漸地 侵入了這個行業 亦都發覺 不單止是女士做fashion designer 因為通常被人這樣說 有女士很多嗎 都有 但是女士多些 男士都有 女士多些 女士多 但是出名的設計師 就是男士 我想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fashion界裡面 就是 他們會比較吃香 比女士更吃香 所以比較上 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不是很多時候覺得 只是華裔做衣廠 其實很多步行 就是做designer 甚至乎 都開始有名的designer 就是在這個行業裡 都挺出眾的 是的 其實我第一次見 Alice的時候 我就猜不到她是個fashion designer 因為通常給我感覺 designer就是 比較前衛一些穿的衣服 是嗎 或者頭髮 髮型 我都穿了今天 自己的衣服 但是她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很貼著我們 不是那麼離開我們 什麼叫貼著你們 我們穿的衣服 她穿的衣服 我都覺得自己是穿得到的 你都carry carry 髮型 全部是很平民化一點 不是那麼親民一點 那你有沒有見過什麼 celebrity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一些 其實所有女性 只要是喜歡這種比較 纖細一點 或者追求質感 但是又很簡單 這種設計的話 其實都是Alice in Girl 但是你說有沒有celebrity 有 好像Anna Lee Tipton Hunger Gang 有個女生 也有穿過衣服 亞洲的演員 也有好幾個 Transformer 4 有一個叫Candace Candace Dow 她也有穿過衣服 還有走我的天橋 Runway 也好 想不到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到一位 很有知名的華裔的女設計師 Alice 不是你猜 不是 職業得工隊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Alice 其實做設計師不容易 我想多一點時間和她聊 但是都沒有時間 其實我覺得做男裝和女裝 都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兩樣不同的事情 或者同裝更加不容易 對 同裝也不容易 不過同裝最賺錢 其實我之前有個設計師 她有做親子 她的show裡面 加多幾件小朋友的衣服 就在一起走 我覺得這樣很好 可以突出自己的 媽媽很喜歡 沒錯 沒錯 如果假如 我們常常會問一些嘉賓 假如你真的不是一位的時裝設計師 你剛才有沒有說過你想真的做什麼 其實我覺得現在 走到今時今日 我覺得 除了創意做設計之外 我是對做生意 做entrepreneur 即是創業 投資的方面 是更加有興趣 我自己除了兩個品牌之外 我都有做incubating 培養其他新的designer 還有自己的公關公司 公關營銷公司 去support我自己的品牌 跟著亦都可以給到其他的設計師 很多入行 或者是怎樣去發展的意見 其實designer不需要沒有年齡限制 最好 沒有家 還有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 你去哪裡都找到食 如果過了兩年我不再出麥克風 我做一個designer 你可以 因為其實你很fashionable 即是我很man的 很多肉 plus size plus size很賣錢 我也知道 plus size很賣錢 其實作為一個時裝設計師 不只是去設計服裝 這麼簡單 今天聽完Alice的訪問 就知道其實你可以有很多方向 沒錯 沒錯 記住 如果你隨著這個目標走 正如剛剛Alice說過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都是要比較認識 喜歡畫畫 觸覺 顏色 等等的基本事 因為有些事 講一句 在這一方面 如果你欠缺了 就先培養 打好底 如果你打不好的底 其實就比較吃力一點 出來做這件事的時候 對 沒錯 所以大家最重要 不是想著做的遲妝 正如我會畫畫 有顏色 不是那些 不像小朋友一樣有顏色 一定要知道很多的基本功 是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很感謝Alice 收錶了 謝謝Alice 我有機會再請你上來再談 一定一定 好嗎 謝謝Alice 再見 再見